好,那刚刚我们已经写了二维正列的列印 那列印的函数 这样子写是OK,但是你这样不能重用 它只能用一次 诶,我有切吧 那当我这样子写的时候 它只能用一次,所以我最好把它弄成函数 弄成函数的方法 其实这里就已经有个函数的样子了 只是它是组程式 那我现在就把它弄成函数 也就是照这一个方式 那这边一定要写Static 写Static的原因是因为它目前还没有用物件导向 所以在没有物件的情况之下都要写Static 那我要写函数 这个假设叫print OK,那所以呢 我把这一个整个扣进来 但是写函数的时候 我们应该就要把那个正列整个传进来 对不对 当成参数 那于是我这边可能就要写这个样子 写这个样子 它当成参数传进来 那接下来这一个就不用了 因为它是阐数传进来的 那我用注解掉 其实我应该整个把它砍掉 那接下来其他的程式呢 这一段可以不用留 但是因为每一个变数的名字不一样 我一直印A也很怪 所以这段也砍掉好了 那接下来就是印出每一个最后换行 OK,这样子 这个正列就可以印完了 那应该也 结果应该也OK 那所以我在这里 我一旦有了这个函数之后 我这一段我就可以不用了 我就可以不用 我就直接print A就好了 那我们来试一试看看 这样子的结果跟刚刚是不是一样 那结果是一样的 在这里 所以当你把它写成函数之后 你有很多好处 什么好处呢 举个例子 我这边再弄一个B 那这个B呢 是3,4,5好了 然后呢 7,7,8,9好了 好,像这样的阵列 那我 虽然维度不同 对不对 但是它还是可以印啊 因为我里面所写的是用点lens 那用点lens它自动会判断 那请注意这里是A点lens 好,那这时候 接下来我就可以来写说 那我们要怎么做正列的加法 矩阵的加法 不只是正列 因为它是二维的 所以是矩阵 矩阵的加法 你会看到 当我这样写的时候 这两个都XX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同样的名称 同样的参数 重复了 所以就会突然都变XX 那我们要做的是加法 这样就没有XX了 这里就不能再A了 对不对 因为你可以又随便用另外一个名字 那但是加完的结果要放在哪里 加完的结果要放在哪里 我再宣告一个Z好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一样 两个回圈就不用一直重写了 还有就是 这里其实如果你 你抠过来的时候 记得括号要对齐 括号对齐比较好 那OK 那接下来 我们要做什么事呢 我们要让 Z等于A加B 所以是Zi Z等于Ai Z加上Bi Z 好 那这样子的话 他就会把A的内容 和B的内容加在一起 放在Z的内容里面 而且维度 我们假设A和B的维度是一样的 所以Z的维度最后也就是 也就是跟AB的维度是一样 那这时候做完就结束了 所以应该没有 程式就只有这样而已 但是在这里 我就必须要稍微改一下了 因为两个维度不一样 是不能相加的 我把这个缩小 那这样子我就可以做相加了 但是这样子你印出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看不懂到底我在印什么 那我们可以稍微加一点输出的说明 这样子会让你程式的输出比较好一点 程式输出之后你比较容易看得懂一点 那接下来我要输出这边叫C好了 其实名字这两边是没有关联的 因为这是参数 这是函数 所以其实是没有关联 我可以用SYZ 不会有差别 那这边用Z 其实我这边也可以用C 干脆用C好了 这样干脆全部分开 免得大家误会 有时候学习的时候很怕误会这件事 那这边就印X 这边印Y 那这边就印Z 但是问题是我们Z还没做 对不对 这里S Y Z 这里 这时候如果我这样子直接印 各位觉得会怎么样呢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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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呢 有几种写法 第一种 我一开始都设0 那我看他加法之后的结果 会怎么样 那你会看到当我这样写的时候 S是1234 Y是34 Y是34 那Z是0000 但是我还没互加法 我要互加一下加法 我互加一下加法之后呢 Y那个Z就会不一样 变成4 6 10 那这 这是我们要的解答 但是呢你会发现 因为他有超过10 所以他的排版没有排齐 对不对 那你可以想办法 让他的排版稍微整齐一点吧 如果你真的想让他稍微整齐一点 用T 可能可以让他整齐一点 只要数字不太大的话 那这样子是一个办法 那另外是要用字串格式化的方式 也可以更不用空那么大 而且更整齐 但是暂时我们先不理那个 因为那个要互交其他函数比较复杂 所以暂时我们先做这样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输出 结果 Z是对的 已经加起来 已经加起来 那这个程式呢 我们再进一步改进 就是说你这样子写 那如果帧列很大的时候 我不是要写一大堆000吗 那 是不是很好 所以这里 当你要建立一个新的二维阵列 是要空的阵列的时候 那你应该是这样写 Newint 这里是整数嘛 所以我后面Newint 就是 就相当于是语言的分配记忆体一样 Maloc Maloc 那个一样 那Newint的时候 它会建立一个整数阵列 那这整数阵列大小是多少乘多少呢 是2乘2的 OK 那如果我这样子做的话 那再执行 结果是一样 所以 阵列的宣告 建立一个空阵列 用的方法最好是这样 那如果你是建立有直的阵列 那当然这样写就很好 OK 那所以 接下来呢 就请各位 我把这一个东西 直接 贴到网路上去 贴到刚刚的这个二维阵列列印的后面 这里有一个加种 我贴到加种的后面 两阵列相加其实也有 哦 已经都有了 那 甚至后面矩正物件也有 但是我还是把这个范例稍微贴一下好了 让各位有地方参考 那我贴在 两件阵列相加之后 因为我们把它变成函数了 变成函数 这边没有变函数 好 这样子 两阵列相加的函数版 各位就可以参考 那它是在我们的 Java 程式设计这本书里面的 正列 这一个主题 你点进去 应该就会看到 我们现在的这一页 那你可以去 去找出来两阵列相加的 这一个范例 然后进去呢 我们已经帮各位 函数版的这个范例 已经帮各位写好加法 现在请各位去写内积 内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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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积是什么 就是 现性带数 还记得吗 两个阵列相乘 相乘 出来呢 不是一个阵列了 出来是一个数字而已 那个叫内积 两个阵列相乘 出来只有一个数字 那个叫内积 好 还记得吗 好 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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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